新冠肺炎肆虐全球一年多 台湾疫情近期也突然爆发 至今已累积超过7000例本土确诊 造成百位民众不幸过世 今年6月适逢5年一度的甲午月 回顾过去历史 每逢甲午似乎都会发生灾害或时代转变 例如著名的甲午战争 面对疫情接下来可能的发展 心灵八字老师蒋云真 透过留约运势打解析 哈喽大家好我是蒋云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20216月6号到7月7号的流月运势 这一次的流月运势转到甲午月 常常会有人提到甲午魔咒 以我们最近的年份来说就是2014年 2014年发生了太阳花流血的镇压事件 以及复兴航空222班机号的空难事件 还有最著名的高雄的气暴事件 以及心电的气暴事件 甲午月需要注意什么呢 甲在五行能量中是属于木 乌在五行能量中是属于火 那大家都知道 木会生火 也就是助长的意思 那助长的话呢 也会使在这个月 火气就会特别旺 所以呢 在甲午月 每一个人都要去小心的应对 因为每一个流月 是宇宙的能量时长 对我们产生的一个碰撞 就像行星一样 不同的时空 时间 以及地点 都会对我们产生不同的影响 大家一定会好奇甲午月 是否会影响到台湾的疫情 是会火速的上升 还是下降呢 木会生火 只要有明确的目标以及策略 在目标明确之后下达方针 也许疫苗也会在甲午月大量的进来 相反的如果不如预期 换来的可能就是 确诊人数会明确目标的上升 来到四级情节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要去注意的 那甲午在我们的八字学术来讲 也叫做桃花月 代表说这个月呢 会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以及碰撞 尤其这个月的桃花 是羊桃花 羊桃花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说 容易是让我们看得见的 或者是容易会让你感受到这些的成果 所以这个月要特别注意自己的情绪起步 不要波及到别人 也不要波及到自己 如果有情绪上的祈福 很容易在这个月会滑了一跤哦 尤其是在情感上 情感呢 这个月也会容易与你的另外一半 会有口水上的争持 所以这个月也是 你们情感考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月份 接下来火也代表温度以及热情 也代表我们所谓说的感知能力 那也是我们所说的感觉以及感受 感觉及感受呈现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情绪 所以这个月大家特别注意自己的讲话方式 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会不会有所谓的摩擦 接下来在于用火方面 不论是餐饮业或者是家庭 都要注意瓦斯上的使用 以及瓦斯管线的检查 也要注意自己居家的电线 是否有使用过度 或者是老旧 也避免会有摩擦产生电线走火的可能 焚月呢也是火很大的一个月 焚月的火也代表精神以及心智 有可能让你突然没有了方向前进 或者会让你感到迷惘 但不要担心这个月是非常好 探索自己的一个月 你可以静下心来 也可以学会放欢心 也可以学会如何去静心迷想 这些都是有助于你在这个火 非常大的一个月 协助自己提升以及进步的一个月 今年的疫情让大家有了停缓的时间 也与你的家人可以更靠近 也可以趁机藉由这个时候 与你的家人多培养感情 所以台湾加油 每个人保护好自己 也可以保护好他人 学生携带酒精 好好的戴好口罩 保护彼此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大家拜拜 拜拜 GINDO YO BIG IMO